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 我国12号在新增已离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病例 是一名50多岁男性案481 今年6月26号前往菲律宾出差 8月10号返国 曾出现腹泻胃含症状 入境后主动通报 并在机场接受裁剪 目前住院隔离中 指挥中心强调个案搭机时 全程佩戴口罩 隔离衣 护目镜及手套 为取下口罩用餐饮水 那他回来的时候 我们总共现在掌握他接触者大概18人 那有两人为同行访台的同事 那五人为同班机的两排的旅客 那接列为我们居家隔离的对象 那其11人同班机的机组员 都有适当的防护 那后面两排有6个是转机 未入境台湾 军委菲律宾籍 那已经透过IHR通知该国 指出由于越南近期发生本土疫情 全国累计15个一级行政区报告关联病例 且部分地区已发生第二波感染 对此指挥中心决定 将越南的短期商务人士 入境申请缩短距域检疫 低感染风险国家标准 调整为中低感染风险国家 那当然这些案例 这些国家发生这些情况 我们也会仔细去探讨 他们这些相关可能的破口的可能性 那作为我们自己的一个参考 那也提醒国人 重视没有本土的案例 它的一个风险随时都是存在的 另外考量到国内疫情 反控情形及量人 忍到横平性及各方意见后 13号零点开始 指挥中心开放持我国居留证 两到六岁以下 中国籍子女申请入境 但前提条件 必须要有父母亲陪同 且入境后也要完成14天居家检疫 执行事节会有移民署跟相关单位处理 那后续由内政部移民署 就相关的程序来执行 那这里面入籍的子女 目前到有的资料 但不会全部都回来了 不过现在有的资料的人数 大概是532人 那本来不能够回来的父母 配同的增加的大概68人 陈时松表示将持续观察 中国籍子女开放 实施情形 跟中国大陆疫情发展等 再进一步评估 是否有调整空间 期望各界谅解 有时新闻胡顺高瓦 台北市采访报导